事业的扫把心 但是您确实是在一再做梗和毁掉了他的工作 当你一次又一次地怂恿他创业的时候 你有一句话特别地刺耳 也特别地警醒我 那就是放着好好的老板他不当 他去遛狗 放着好好的老板他不当 他去玩游戏陪练 你看不上他选的所有的工作 因为你要一个说出去好听的 你在用你的虚荣毁了这个男人 他留不住在杭州倒不是因为他挣不到钱 而是因为他挣不上你要的名头老板 这不就是他的压力吗 这些压力从哪来 不是从你这来吗 你要的不是他 你要的是他得出人头地 他得是个老板 所以这也是目前他的压力 以及他想逃回沈阳去 因为在沈阳他可以轻松地坐上老板 家族的事儿嘛 他可以完成你的要求 有房有车嘛 都匹配了嘛 唯独就是地域不匹配 地域如果你放宽一点条件的话 仿佛就可以了嘛 你在事业上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容易放手 很多时候眼前看上去是一条尖色的路 但你咬咬牙挺一步 再挺一步 再挺一步 就别有洞天了 你们最缺乏的就是坚持 不坚持下去 哪一行你们都不可能成为那一行里头的 不说翘楚吧 呆不呆得住都难说 只有坚持你才能在那一行扎个根 你女朋友会以爱为名义 来回劝你做各种放弃的事 这是他最大的问题 以后听不听他的 不听了 只要劝你换工作的事情 你是不是首先要考虑到的是 第一我得先解决温饱 没钱这个城市我就活不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当他再让你换工作的时候 你会怎么说 我想坚持一下 假如男朋友告诉你说 这工作我不换 我就想再遛一阵狗 你会怎么办 分手吗 你会怎么办 让他继续坚持吧 这是你现在的说法了 你能不参合他的事了吗 你参合一次 这个男人倒霉一次 有的时候闭嘴 就是你最大的贤惠 就是你最大的帮扶运 在男朋友遇到挫败的时候 给他个拥抱 给他个安慰 给他端杯热水 当他想放弃的时候 告诉他 要不我们再扛一下试试 或者他想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告诉他 我支持你 这才是有帮扶运的女人 否则像你这样动不动 指手画脚 指挥他干这个 干那个 越主带袍地 做这么多事情 只会导致两个人一事无尘 你虚荣的梦想 也将实现不了 谢谢米达老师 其实你根本不是 帮他创业嘛 你只是在那看着他嘛 你只是在用你的方法 控制他嘛 你为什么要控制他的人生呢 我只想帮他 因为我觉得 我走的路比他多呀 实践证明 你走的都是弯路 方向错了 越努力就是后退 我想问你 你真的爱这个男生吗 爱 爱一个人是给他自由 而不是控制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来这个节目 做了这么多 其实也就是想 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说你能带 你能跟我一起回老家的话 我是最开心不过的 但是如果说你实在想留在杭州 我可能也会再去考虑一下 我刚刚听了老师们的意见 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干涉那么多了 我就是希望 之前你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在一起 现在好不用在一起了 我不想不想就在异地这么难受 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做这些 你觉得很傻的事情 我就我就一个要求 我就希望你能留在杭州 而且我爸妈不是挺喜欢你的吗 你不是都说好了吗 好uuuu acion 考虑一下吧 命题很简单 留在杭州出来 去东北出来 听懂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中文字幕——YK